最后,把它刚刚我查了一下,或者用筛选的方式,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是NASAVIABLE,NASAVIABLE指的是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ASAVIABLE到底是错在哪里 这个703没有,所以703变成说少了这个资料 那703的话是西区啦,所以怎么办比较简单 干脆的话,我们自己把它修正好了,那修正的话,你可以看到703刚好在哪里,在这,对,你看 703,704,它刚好就跳过 所以哦,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把它稍微改动一下,这个资料 也许在这边的话,插入一个,插入一列吧,然后可以把这个资料 我把它稍微增加一个吧,不然,好了,假设先我们先手动一下,因为这个资料为什么会 可能也许那个中海邮政的那个网页连结,它没有及时更新吧,所以造成那个 就是这个资料,它会有一些问题,好,那我把这个地方再增加一区好了,所以 等于是增加一区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 就是再把刚刚的动作再跑一下,执行一下,那理论上应该就 跑出我们要的结果了,那不过 比较麻烦就是说,因为刚刚定义名称 的范围,刚刚已经定义过了,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定义的话 可能要,如果你不想重新定义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公式里面名称管理员 找到那个,就是游戏区号,那范围如果错误的话,可能就是重新再把它重选一下 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少一个栏位,所以控制度向右,向下,然后打勾一下 把它的那个参照范围,重新再给,再重新再编辑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理论上西区应该就找到了,那就会知道说,哦,它这个区域就台南了,OK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少一个西区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最后呢,如果我要做一个,我把这个复原一下,筛选把它拿掉 那最后呢,如果我希望会是一个 跟之前我们练习的蛮类似啦,那我如果想要找出那个 就是耗电量前10名的,比如说我希望一个表,然后 一个图,然后最后的话是希望自动的,不是 手动的,我希望呢,增加一个sub 那这个sub按下去之后的话,自动会在工作表里面增加一个,叫用电前10名限制 的一个直条图,那当然我会 希望有一个 枢纽分析表,跟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呈现的话呢,就只有前10名就好了,其他不要出现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边最好,最好是按下去 自动就产生的话 OK,而不是说你今天用手动,但如果你假设不会啦,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录制的 所以呢,第一个啦,一样的动作 我如果要做一个sub,叫用电前10名限制 的话 那第一步的话,我是先录制 枢纽分析表 再录制枢纽分析图 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可以跳出我要的结果 那怎么做 那我这个脸先复习啦,前面有做过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带一下 所以第1个的话呢,当然我们 一样嘛,就是 我先手动做一下 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就OK之后的话 再把那个限制 拖拉到列 不过你录制的时候一定要颠倒 先限制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后呢,再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的话呢 一样游标放B4 然后立到A 然后 因为这个限制 我只要留下前十 的话 那就是前十项 OK,然后按确定 留下前十项 再来 这第1个step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 画成图表 所以第2个聚集就是 我们之前好像是录制什么 枢纽 这个是枢纽表 然后再录制枢纽图 枢纽图的话就是 利用那个分析里面的枢纽分析图 然后我只要直条图 所以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位置跟大小先不管 因为这个地方 城市 我们自己加 主要要修改的就是 这个标题名称 顶多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Lection 就是图例 将来也可以 怎么样 就是自己再把它 让它消失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录制好了 所以第1个我们先录制一个叫 枢纽表 产生这一个 我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所以第1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录制聚齐 然后 一样产生一个叫 枢纽表 我们先把那个刚刚的动作 把它录下来 然后第1步呢 一样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第2步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 那个顺序可能 我刚提到了 限式记得 先拖到值 再拖到列 如果你先到列在值 会出错 这个原因我之前也讲过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游标放在B4 然后让它 排序一下 例到A 最后的话 利用这个列标签旁边这个箭头 留下前十列就可以了 好 到此为止 好 把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OK 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把它先删掉 这个就把它删掉 如果 我希望那个录下来的巨棋 那个叫枢纽表 当然你现在如果执行 他一定会出错 错误的原因其实 之前好像也有讲过 真错一下 一定会错在哪里呢 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改哪里 还记得吧 这个有点 我们做的蛮多了 第1个答案是什么 你要放哪一个 工作表 现在工作表7 这边工作表6 惊叹号 显然这个是多余的 所以这个把它delete掉 对 那第2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版本给它删掉 这个版本 你在 目前 现在我们教室不会有影响 version 可是如果你换到你家电脑 可能就有影响 因为 可能 教室用的版本跟家里版本不一样 那会出错 所以version 前面逗点 跟default version 等于6 这个一定要把它删掉 好 这样理论上这个应该可以过关了 底下这两行也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这两行 有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一行应该可以过了 所以我刚刚只有把 工作表名称跟版本去掉 然后 应该就可以过 有啦 有没有 所以这边就产生一个catch 再来的话 选取 这两行其实也可以把它删掉 我前面讲过 现在已经没有工作表6了 因为已经7了啦 再来就8了 所以 他的名称永远 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两行 干脆直接delete掉算 要不要放在什么a3 a3 不用放也没关系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当然 拖拉到列 然后 上面应该是拖拉到直 这个应该是拖拉到列 有没有就产生 然后呢 后面的部分 那就排序 所以 Range B4.slater 底下这个就排序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什么 留下前10 就是前10的 有没有 然后就结束ok了 好 那书牛表 就 没问题了 但是可能 讨论一下啦 最后可能 我的习惯 第一个啦 这个Range R3 C1 这指什么呢 R是什么 列 第三列 蓝 C是指蓝 所以这个指的是a3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不喜欢 看到类似像这样的表示法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Range A3 所以这里你可以delete的料 你可以直接改成叫Range A3 A3 等同于刚刚的叙述方法 OK 所以 这个好像前面也讲过 如果你觉得这个叙述方法太过于 複杂的话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中瓜胡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中瓜胡 直接打A3就可以了 里面 记得 A3 不要加前后双以后 这样也可以来表示 A3那个位置 OK 所以Range A3跟 中瓜胡A3 都可以 你会讲 是这样最简单 有没有 A3 最直 最 打的字最少 那你想说 大家可能有同意问说 老师那Range A3跟中瓜胡A3 那有什么差别 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中瓜胡A3应该 会比较好 因为少打很多 可是 我有看 有些书里面有写到 就是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他对于执行效率会比较差 因为他会 这个中瓜胡A3 他会再转换成物件的A3 也就是说他这个指的是 一个位置 他会做转换物件之后再执行 所以转换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出生隔很多的时候 那效率就比较差 我试过 也是一样的 现在电脑都跑太快了 所以其实执行起来 根本也没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拜那个 就是CPU速度 快的原因 那 CPU会这么快 其实也要感谢台积电 有没有 现在已经 随便应该都 你们家电脑 或你的手机应该都 7nm以下了吧 知道自己的手机 跟电脑的那个CPU吧 CPU应该知道 可是几nm的应该不知道 OK 不过啦 如果你是Intel的话 Intel inside 那就不会是 7nm 因为 现在的Intel只做到10nm 可是他标还是要标7 他标的方法有点怪怪 他就是一定要标 什么7就对了 实际上他是10nm 但是他就是要标个他是 等同于7nm的意思 所以 Intel 已经是老大哥 居然 自成还是上不来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现在台积电 已经往2nm 在迈进 那以后的CPU速度 真的是会吓死人 OK 所以呢这个跑完之后的话 我们第一阶段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它录制一下 最后我的习惯就是说 会在 点add的后面 再把这个地方 重新命名 工作表名称 我习惯 在这个地方改一下 比如说我希望把它改成一下 用电前 10名 限制好了 就这个名称好了 Ctrl C 那改的方法还记得吧 我记得我前面都有讲过 我会在 shoot点add的下方会增加一个叫什么 改名称还记得吧 像 Active shoot 这个很重要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Activeshoot 点什么 点name 他的点name指的是这个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就刚刚那一些文字 OK 那这样的话他就新增一个工作表之后 自动改名称 然后把这些 表给汇制出来 所以最后把它弄一下 所以我希望第一阶段 你们就执行结果就 长这样 用电前10名 限制 那一样 可能还是 跟前面一样 我们录制完之后 我是建议 请各位自己在这个地方 每个地方 加一个注解 第一步应该是新增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就是 新增 那个 苏纽分析表 这个的话是 这个应该是 拖拉到 应该是拖拉到值 这边的话应该是拖拉到列 那底下的话应该是排序 第五排序 排序到这边 第六的话就是 把它留下那个前10项 所以其实 这个后面请各位自己在增加 那个叙述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加 当然也会跑 可是加了之后 你之后回来看 应该比较清楚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